大家早上好 9月27日早上7点钟 A股早平 首先看外盘 美股又跌了 这回呢 标普500指数也创了阶段性的新低 收盘新低 盘从一度刺穿几个月的最低点 现在恐慌情绪是蔓延的 在全球资本市场 也可以说是震荡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A股表现的呢 也非常不好啊 一会儿我们来说操作的具体的策略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消息面啊 消息面呢 是相对的平静的 没基本没有什么消息啊 如果说有呢 那么也就是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事 就是9月份呢 有一个维稳的这样的基金 也就是呢 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事 好像最近呢 没人提这个事了 但是在几个月之前 就上次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3月份 也不是2月份 就是3月份是政策底吧 就在那个附近的时候 就提出了 说9月份呢 将启动 现在9月份快过去了 没有消息了 但是这个消息呢 终于来了 也就是说金融保障的 这种稳定资金呢 就是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了 已经有了初步的积累啊 我们看一下后续的消息啊 其他的消息面呢 就基本上没有啊 我们再回到走势上看啊 最近呢 这种恐慌情绪呢 是极度的蔓延啊 悲观情绪呢 已经达到了 比较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这种情况之下呢 叫我们想起了 熊市当中的一些言论 也就是说呢 利好平淡 然后呢 利空被放大 恐慌情绪蔓延 没人相信这个是底了 另外呢 大家就说 就是现在不光是什么 3000点保卫战再次打响 现在连什么2860必破啊 甚至有人说的 就是将长期走下跌啊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啊 美股呢 走的确实不好啊 这是很多年很多年 完全看不到的一种现象 就是短边的下跌啊 新低不断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明确表达我的观点啊 我说过 3060跟3070 是A股的绝对的低股的位置 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左侧的交易者 是完全可以 砸锅卖铁买的啊 这个观点 我不会改变啊 但是呢 你要记住啊 左侧的交易者呢 跟右侧的交易者不一样啊 左右侧的交易者呢 是等待明显的 起稳的信号 也就是说出现 最起码出现 启动羊之后 才能进场 这个地方出没出现呢 没有出现 但如果你是说 按右侧交易者 你就等着就完了 我因为这个位置 左侧交易者呢 很显然啊 他是不太在意 短时间内市场的波动 他或者是市场的 未来的 这样的掌声的空间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在恐慌情绪 利空被放大的 当下的这样的市场的 走势当中呢 一定要记住 他可能呢 会输一些时间 那么有人问 说超股票 为什么要输时间呢 但是我跟大家说 没有人知道 这个底究竟 能在什么样的地方 只是一个大概的位置 差不多少就行了 就是八老人家 买股票 买完之后 经历一段时间的下跌 这不也是常事吗 你既然是一个 左侧的交易者 为什么太在意 假如今天跌不跌 明天跌不跌呢 跌几天 甚至跌一段时间 再向下跌10% 都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将来都会给你 一定的回望 这是左侧交易者啊 如果你左侧交易者 忍受不了这种 市场的煎熬 市场的折磨 那你就不应该 作为成为一个 左侧的交易者 这一点大家要 自己想清楚 你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交易者 我因为左侧交易者 完全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跟什么3500 3600啊 3700 3800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记着 这个3000年左右啊 就是A股 这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 比较低估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一点是毋庸置于的 另外呢 我们再说啊 交易呢 股票交易 本来就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呢 要引受的一种煎熬和痛苦啊 幸福呢 永远是短暂的 但是就是短暂的幸福呢 能给我们带来收益 你假如每年上涨一倍的股票 那么也就是十多天在上涨 大家就是加速的 5%就十多根两千 我们今天的话呢 有点说的 有点 是不是有点扩展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最重要的是信心啊 所以说呢 经常不说吗 说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现在 绝大多数人都恐惧了 你为什么不贪婪呢 当然我们说的 这是左侧交易者啊 我呢 大的资金通常做左侧 小 我因为呢 中小散户呢 完全可以做右侧 就是不参与市场的 这样的 嗯 时候 然后我们参与 真真真真稳定以后 再做啊 我判断呢 这个位置呢 是A股的绝对的低估的位置 但是并不代表呢 现在买进去 就马上就能涨啊 右侧交易者呢 我因为这地方 可以符合你交易条件的股票 可以逐步逐步的进来 但是大家发现 最近是这样的啊 符合条件呢 你刚一进场 帮给你扣下来了 符合条件 端给你扣下来了 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这样的地方 你可能就得 我认为呢 清仓循环境是没问题的 扣那儿了 假如一扣那儿了 大家也不要轻易割肉了 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是交易 你否则的话 你一扣呢 由于反复挨打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 所以说呢 这地方呢 大家要坚定一点信心啊 更多的盘踪的信息 关注我9点20的抖音直播 我们每天直播 不见不散啊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